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汽车今年看准了国内中小型房车的市场 特别决定将Hyundai旗下的Verna导入国产 而这台Verna它其实已经是第四代的车型了 车长只有4米3 相当较小 同时它也是Hyundai在台湾市场立抗Toyota Vios 以及Honda City的一大利器哦 Verna在车头的部分采用的是 Hyundai的新世代流体雕塞设计概念 拥有大面积的车头水箱护照 同时搭配了造型抢眼的车灯 看起来特别的年轻 在车侧以及车尾的部分 透过一近似Coupé跑车的鞋背短车尾设计 让Verna即使只是一辆入门的小车 看起来也是运动位十足 而且仔细看不难发现 Verna在车型的设计上面 跟现在非常受到年轻族群喜爱的 Elantra即为相似 完全可以说是针对年轻族群喜好 打造的一款车型 以Verna的车型尺寸来说 行李箱空间的表现算是相当不错 放入两足以上的登机箱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平整性也很好 放入大型物品的话也相当方便 这次引进台湾市场的Verna 搭载1.6升四缸MP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为124匹 最大扭力有15.9公斤米 变速系统则是传统的四速手自排变速箱 不论是动力系统或是变速箱配置 其实都不算特别亮眼 但是相较于这个极具的对手而言 这样的战斗力倒也还算够用 看完了外形与性能 我们一起来看看内装有哪些特色吧 虽然Verna是品牌的入门款车型 但内装线条还是蛮有设计感 只可惜中控台上方用的是硬直塑料 以本次试驾的车款为例 配备了皮直方向盘 双材质皮椅 Push Start按钮起闭 红温空调 胎压侦测系统 相对于对手的表现其实不错 而皮椅的乘坐感受 以及舒适性表现也都有一定的水准 虽然原厂将Verna定义为中小型房车 但在台湾消费者非常重视的空间表现上 Verna依然非常具有水准 以记者173公分的亲自测量来看 后座的部分膝盖距离到约还有两个拳头 而头顶的高度也还有三指的高度 看完了Verna的外观 内装配备以及空间表现之后 就一起来看看它的动态表现如何吧 开着Verna上路 会发现Verna的油门相当轻快 市区行驶只要轻踩油门 就能轻松跟上前方车流 非常适合台湾的用车环境 不过当车速到达时速80公里左右 加速力道就会明显变得温柔许多 而变速箱的换挡顿挫感也有点明显 容易影响坐车时的舒适性 至于Verna的底盘表现部分则是相当优异 在维持扎实入感的状况下兼顾了舒适性表现 不论是中低速市区或是快速道路 行驶过程中都拥有优异的稳定性 变换车道时的车身晃动也不会太明显 另外在山路中行驶时 虽然Verna并不是一辆弯道小钢炮 但支撑性优异的悬吊系统 却能给予驾驶满满的过弯信心 纵观以上表现 Honda Verna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全面 不论是作为开车新手的第一辆车 或是一般通勤使用的都会用车 Verna绝对都相当称职 就车辆本质来看 对抗Toyota Vios或是Honda City绝对不成问题 因此对于Verna而言 最大的考验正是略逊同级对手一抽的品牌形象了吧